哎呦含蓄 哦这边是不是网络不太好嘞 怎么大家都哎哈喽哈喽月如你好 哈喽哎我正好我刚才三个人申请上班 只有你一个人连上来了 哈哈他们好像网络不太好 看来我的网比较好一点 那你先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得到吗 哦听得到听得到 嗯你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嗯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月如 今天还有几位嘉宾稍微等一下他们一块上来 今天是刚刚训练完吗还是 哦没有我没上午练的然后下午就休息了 好多人在给你表白我今天开始之前我就看到好多人一直在表白表白 我的天呐 昨天晚上我们这个新的片子就是这个迎来上的女孩也正式上线了你有看这个吗 就第一集哦我有看我有看第一集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吗 对 其实感触还挺大的就是和我们生活真的很像吗 哦哦 steve 上来了哈喽哈喽哈喽 steve 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steve啊叫我增了也行 然后我是这个现在在优酷 热播的纪录片迎来而上的女孩的导演之一 啊哈喽哈喽哈喽月如你好哈喽哈喽导演你好 等一下他们网络刚才有一点点小问题 我们现在看他们能不能连上来 哦来了哈喽哈喽祝语哈喽大家好哈喽李维 这个阵容不错啊我们可以五个人组一个阵容了 还有还有第六个还有第六个 那我当替补哈哈哈哈 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寒序那边好像 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我感觉背景都很像 而且我应该 上次搞过我们一边位 最近大家是在训练吗就是感觉好像是你们 你们是在一个地方吗 对在同一个地方比赛哦 都在都在四川吗 好多人啊好疯狂啊哇今天 开始之前我没没想到这么快就 这就是人来的好快好多 那个啊 浩泽要不我们先开始吧 对我我也说是咱们要不先开始吧 因为海岁那边可能网络还有一点小问题 可以啊 最近斯ств导演你最近也在干什么 就是除了这个片子以外宣传之类的 片子以外啊片子就是现在一直就是在忙这个片子嘛 然后因为今天第一集开播了 然后也是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宣发还在剪片的片子总共有六集 每周一集然后优酷独家 然后所以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一直还是在忙剪片子的事情 然后我开个场吧 就是其实也是今天很高兴能跟现在三位之后 马上会变成四位国家的这个女蓝剑将一起来聊了 哦好像还是也讲了 对 来我们先等一下她吧 好的 今天刚上来网络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 嗯 今天主要是我感觉这个流量太大了 这是卡住了真的 没事没事那我先继续说吧 然后就是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故事片 迎来而上的女孩 其实大家也知道都是讲的一个 在西安的一支高中女子篮球队 然后呢讲了他们的一个故事 今天今年比较幸运的是 他们也是拿到高中联赛的冠军 今年然后我们也是非常开心 记录他们这一年的故事拍了一年 然后其实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毕竟咱们也是十六十七十八岁的时候 那个年龄段在打球的 找到这些故事 我觉得会肯定有一些很多共鸣的 然后就想我们先去聊一下 比如说这个 咱们去回想 回想那个年龄段的时候 有个什么样的回忆或者记忆 要不我们先从稍微年长的一个姐姐 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当时打球的一个回忆 不管是在球场上还是在学校里面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打球 就是一个比较快乐的状态 但是也会就是因为打不好 甚至都吃不下饭状态 心情会随之受到影响 就大概是一个状态 就每天打球训练 对 然后也会打不好 也会郁闷很久这样子 你会觉得像这种 每天的这种训练很枯燥吗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比较小 然后都挺爱玩的 其实好 那个时候就是边玩边练边打这样子 那你觉得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回到那个时刻给自己说一句话 你觉得你会对自己说点什么呢 嗯 还是很感谢那个时候自己能够一直坚持并且一直能够就是在这个当中能感受到他的乐趣 然后爱上他就感谢自己的 月如你呢你去回想一下就是自己青春的时候啊 青春的时候打篮球可能那个时候也就是六十七岁的时候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回忆啊 就是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觉得很累 然后除了累以外可能就是嗯挺喜欢的吧 然后因为喜欢所以才才能忍着这么累然后坚持下来 确实不容易啊 对你觉得当时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 就是在那么累的情况下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喜欢嘛 因为因为对这项运动有热爱 所以就在在累的情况下也第二天早上起来也还是会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项运动 我不能放弃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之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就是在在这个其中的话 很多啊就是在篮球场上会遇到嗯 比如说篮球场上的困难啊 比如说就是这一个动作就是做不好就是完成不了 或者说哈喽哈喽 这边连上来 果然去吸道 你欢迎一下 我们待会就聊 不太好 有一点点卡有一点点卡 没事我们先让那个月鱼说完吧 不好意思啊太保护了 啊然后说到呃哦对就是会有就是球场上就是技术动作一直玩不成啊 这种困难啊挫折包括可能会承受不可能会承受委屈啊 然后或者难过啊之类的都会有 对我想问一下树语啊就是因为你稍微年龄比较小一点可能离那个青春还挺近的 你能想象就是如果你的青春没有篮球是什么样的吗 我还在青春里面我的青春里有篮球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 那你现在去就是觉得你怎么去描述你现在这个青春有篮球给你的青春带来了什么呢 带来了 嗯 不能说带来了什么吧就是 让我没有办法体验就是比如说学生的那种生活 除了这些其他都带来了 嗯 嗯 那个我们欢迎上韩戏我知道那边可能网有点卡 然后韩戏要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粉丝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韩戏 你刚才也保有点不好 我刚才看到韩戏上面之后 所有人都开始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哈 感觉突然一下子所有人就崩开了 哈哈哈 挺好的 快乐来了 快乐 自带快乐 哈哈哈 那个就我特别想跟韩戏表一下 因为在这个咱们银儿少女孩的这个片子里面啊 啊 你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家庭 我知道当时也是国家队的训练嘛 然后但是咱们也是非常支持这个片子 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远程的一个连线 在我们片子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球员叫徐约约 然后她就是我觉得从她可能进入高中之后 就是把你做从她的自己的一个偶像 然后这样的一个这个角色去去衡量自己啊 我觉得首先我挺好奇的就是你当你听到了 可能不止一个中国呃这种女孩子的男孩的女孩子 把你当成偶像的时候 你是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个想法或者心情 有点卡是吧还是那边你听得到吗 嗯其实呃我当我听到玉琦说我是她的偶像的时候 其实我也啊我听得到我听得到 您您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有点延迟没事没事 您能听到吗 可以能听到 啊好 嗯就是当时听到玉琦说我是她的偶像的时候 好好 嗯我觉得就是嗯觉得挺感动的 其实当时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成长到今天 其实啊也是自己在闷头在努力吧 然后没有想到走到这一步就是已经成为了一些女孩的一个榜样 然后觉得嗯也挺为自己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然后嗯就是也觉得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感嘛 因为嗯就是证明有很多的女孩在看着我 然后嗯我也需要去做得更好 然后才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 哎我挺好奇的就是你自己当时十六十七岁 清后在清华府打高中联赛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有什么什么样的偶像吗 嗯当时我有个师姐 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初中的时候 嗯就是对篮球的这个认识还是比较浅的 嗯当时也是只是可能像我们片中的这些啊小女孩们一样 就是以自己的大姐姐为榜样 然后我们队里当时的大师一个师姐叫叫沈月 然后她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中风 然后当时我小的时候是以她为榜样去努力的 书语呢比较好奇就是你现在在就是从你成长打篮球 你你心里的偶像是谁呢 我吗嗯嗯 我姐啊 如果问姐姐的话姐姐会说是妹妹吗 啊不会 姐姐会说是谁呢 她自己 自己 除了在体坛里面呢你们心里面会有其他的这种 就是觉得比较崇拜的人会去愿意去学习的这样的人物吗 祝宇 我说完了 刚才Steve问就是说是就是除了在体育方面吧 就除了你姐 除了你姐还有没有就是其他方面比较喜欢的一些 就是自己比较当做榜样的人物呢 我的爱好什么的比较广 我的爱好什么的比较广 所以就是都是很厉害的前辈啊什么的 所以没有说特别喜欢的 哦明白 那那立维呢 嗯就打球风格吧 然后就是NBA的也好 WNBA也好 就是适合自己的都会去关注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每次成长 明白明白 大家回答的都是这个这个 月如月如你呢 和他们有所不同吗 什么 就是我说是除了在体育方面的话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榜样啊之类的 就有自己想追求的那个方面 想追求的方面 就是自己的 我说这个有点不合适吧 就类似自己的榜样之类的 哦榜样啊 榜样 那个杰哥嘛 张杰 就是也不能说是榜样 也不能说是偶像吧 就是真的是榜样的力量 就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然后就是变成更好的自己这样 哦 明白 韩旭呢 哈喽 嗯 嗨 嗯 我的这个偶像和榜样就是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就应该是战哥 肖战 嗯 因为他其实我知道他是人气很高的一个偶像 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人气高去把它当做榜样 是在他 我知道他是一直在默默的去沉淀自己 然后直到他最后然后被大家发现被大家喜爱 他可能突然一下他他火了他长了很多的粉丝 但是在这个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没有去忘掉自己的初心 然后还一直而且还就是越来越稳定这样的去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比如说表演啊然后唱歌啊这个也有参与就很全面 就没有被那些外在的东西所干扰 嗯 明白明白 其实刚才越路和韩旭说的相对来说还是能直接一点 他们说这个还是能够和自己像现在的这种啊体育事业一样 还是稳住向前就是不要受其他的所影响 其实我特别想问书语一个问题 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我问你一个问题 底下评论区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你一直在笑 对 我很开心 不告诉你 就是很开心 一下子就完蛋了 我插一嘴吧就是那个我当时也想到就片子里面当时我们一个人物许悦嘛 他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有那种第一次接触篮球的一些记忆 然后他当时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还挺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他也是长得身体长得比较高吧 然后初中的时候就被带去那个第一次接触篮球然后去了训练场 然后去了训练场的时候他是个女孩子嘛 然后在场边看到一些男孩子在训练 然后他就问这个教练就是说哎那女孩子在哪训练 然后那个教练就说哎这都是女孩子其实当时可能那些姑娘们都剪了短发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点 就是说其实咱们在心里面我们对一个女男运动员就是什么是可以或者什么是应该的一个外貌形象 我其实挺挺挺好奇自己大家在这种成长的可能最开始的意识和现在的意识的一个感觉 呃要不我们还是同意我认识吧作为一个年长的姐姐 我觉得就是一个女男运动员她应该有或者她可以有的一个外貌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差别啊我觉得你什么样都可以只要你热爱这项运动就可以了 我觉得跟外貌无关啊 那你们当时比如说你自己打球的时候你有留过长头发吗 或者你对长头发短头发在打球的这个事情上有什么看法吗 我打球之前是长发但打球之后就剪短因为当时比较小然后打得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只是为了方便然后就把头发剪了是这个这个这个意思 但是不会说是因为因为我要打球或者是呃有别的目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场上怎么体现你自己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嗯没有关系这个 会影响拔剑的速度 就我看那个月如和韩旭都是留着长头发 尤其月如的头发头发挺长的哈就是啊 你你你觉得这个你可能你之前留过短头发吗挺好奇的 然后为什么现在必须留长头发 我小时候留过短头发 就是特别小时候刚进体校的时候要求全部都要剪短头发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一直没留起来 因为不方便嘛然后可能留了有三四年的短发 然后我是特别不喜欢短头发的人 所以一有机会可以留长头发的时候我就再也没剪过 什么叫一有机会啊 就是小时候是被教练管着不能留长发的 然后后来脱离了体校教练管以后我就赶紧把头发留起来了 那现在就是教练和你们之间你这样关系啊之类 是不是能更像亲密一点之类的 现在教练和我们的关系就是亦师亦友吧 现在教练和我们的关系就是亦师亦友吧 小时候就是绝对的严师 严师严父这样的 然后现在的教练更多的就是亦师亦友 就是可能训练场上更多的是教练然后比较严格 然后下了训练场以后就是就是朋友和我们的关系就很亲密 哦明白那其实我也想问就是咱们导演就是因为在片子里面 我也看到第一集里面就有这个呃那个那个就我们称作叫美女教练嘛 就是你在拍那一段的时候就像他们在家里包饺子之类的 你当时就是有什么就是特别想要去表达的这些点吗 你说在哪方面就是在那个片子里面 就是带他们回去包饺子啊过年的时候之类的 我觉得做一个纪录片我们没有那么说明显的去 这不是一个策划的片子吗 因为纪录片我们就是去记录了那么真实的生活 那个片段就是因为去年因为疫情嘛大家也回不了家 可能我知道很多运动员也也也感受到了这个点 然后就是他们在家里面我觉得其实 从教练员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很关爱这些孩子们的 所以我觉得过年能让他们一起回家 就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家 我觉得姐姐就是时间教练 他是在他的这个球队里面营造的这个氛围的是非常好的 对然后说其实我也挺想问你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 嗯你很受欢迎啊就是我你能不能就我这么说吧你同不同意就是说 啊一个尤其是一个女篮球员就是同时可以用美和帅同时来形容这个球员 可以可以啊怎么形容都可以啊 嗯没有什么框架也去限制 那你自己更喜欢被你怎么形容呢或者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会怎么去形容自己 我觉得形容是别人来形容我的吧可能他们喜欢怎么样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他们就怎么形容的好 球场的表现我觉得在我这会更重要一点 嗯 然后看月如在拍照是吧 哈哈哈哈 冷漠羊 哈哈哈哈 对对我刚才看到大家都在都在刷都在刷冷漠羊小羊笑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确实确实是一一种一种形容 今天大家都在都在下面都在问聊聊比赛呀之类的最近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书宇 马上明天要跟姐姐他们队伍切磋一下 哇我的天哪一提到姐姐哇这个嘴咧到这里了 今天对啊那那你对这场比赛 有什么期待吗对于比赛来说的话就比赛本身 除了除了和姐姐的话 比赛本身其实就是做好自己能做的啊 我刚才看到下面有人在问就说是姐姐准备抢端妹妹几个 妹妹打算怎么防姐姐 之前有没有这个战术有没有教练跟你们安排好就是今天你去他们防谁去 那就不能说了啊就是在这个界面还要稍微划划定一下不敢说出来 那你们更喜欢作为队友还是对手啊 我们更喜欢作为家人能放假什么的 嗯对因为太长时间没有假期了我们都是一样的包括续续也是小宝也是我们都很期待有一个自己的假期 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你们就是尤其是这几年嘛因为疫情嘛一些特殊情况吧就是啊我们自己在刚刚那个浩泽也提到就是在拍这个纪录片里面的时候 这些啊主人公其实他们在过年的时候没有没有这个机会回家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这几年过年的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经历或者小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这几年应该也不容易吧我不知道韩旭你这几年都在怎么在哪里过年的怎么过年的 嗯就说实话就赶得挺巧的这个点就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过年的时候 嗯上19年的时候是我们在国家队在北京备战那个奥运第三阶段冲口期比赛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过的年啊然后去年呢是好不容易打联赛的期间然后大家都放假了但是正好赶到我的家石家庄疫情 然后当时也挺崩溃的然后回不了家了大家都就是队里大家都散了该散了散了然后去山西啊去哪啊都散了 然后幸亏在我训练这个四川这边还有认识的朱叔阿姨然后我就过年去他们家里过的 然后非常想念我爸妈我爸妈也只能在家里面然后我们打打视频啊什么的 嗯这几年就是反正就没回家嗯那就是像月如你们今年的话回家是不是方便吗现在 不方便我们今年可能也没有过年的假期吧然后就因为可能今年二月份不是还有比赛吗 然后可能也是要在国家队大家一起过吧因为去年就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过的年 然后今年可能还是一样吧对我就我觉得其实刚才韩芸说到他因为没有回到石家庄但是起码还是有一个家的氛围留下来那平时在球队的话氛围就那种家的氛围感有没有特别强烈 嗯 嗯 其实其实我们这些人在一块过年其实也挺有家的氛围的因为就是我们这些人常年都在一起嘛然后就是其实跟跟这些队友在一起的时间 反而比跟家人在一起时间更久然后也更熟悉然后就是平时也很亲密嘛关系然后可能在一起过年的时候 一加上那个过年的氛围一烘托然后大家大家在表演表演节目什么的是吧然后抽个奖教练发个奖品然后这么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可以问一下都表演什么节目吗我也想知道 嗯怎么说呢这些年在国家队基本上能你能想到的表演方式我们队都出现过就是无论是唱歌跳舞脱口秀讲相声任何你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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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队间能见到 我我就不问其他的咱们就是现在四位都表演过什么节目可以爆料一下吗 � steak了 我怎么样 嗯嗯 Although It's trying you have it 我那叫三剧败是什么Thats 很像小品一样 小品一样 aparecer 小品一样的话 vielleicht 然后唱歌跳舞能做都做了就使出浑身谢束 这是什么 effect 和 Vietnam excited 最后过关了吗就是大家放过了吗 她放过了放过了 Hmm 觉得表演好那些好 大家都有各的特色 有好多人问 书云你表演过什么 胸口碎大师 放个篮球在这里 三聚半 还有双黄 双黄 和姐姐一起 不是 不是 在三人的时候 我们去年是在三人过的年 有好多人在说 想看胸口碎大师 我也想看我们 卧推不就知道 什么叫卧推大师 韩旭呢 韩旭之前表演过什么 唱歌 他卡了 唱歌 他估计一会儿还可以回复一遍 我唱歌 上午 我唱歌 你介意现场表演一下吗 我就唱歌 然后 卡的没听见 卡的没听见 哎呀 不知道是卡的没听见 还是假装没听见 能听到吗 可以 我们可以听到 我们很清楚 就是我们 有点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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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听吗 大家想听吗 我想跟评论区大家想听吗 我不想听 大家都被拉去 月辱之前表演过什么 表演过 给人伴舞 不是 我一分钟前说的有点介意 你们一分钟后才听见 是我们延迟了 是我们延迟了 我有点延迟 大家都想听 想听 续续唱歌 对 我们都想听 我们愿意等 我们愿意等延迟 是啊 我觉得我这挺不唱的呀 可以带个BGM 你有什么想唱的歌吗 我们可以给你放一个BGM 你们想是你们的事 我不想唱出我的事 想听小杨唱歌 我估计小杨今天很难 你们这 把我给逼上来了 我还没同意 这是已经同意了是吗 小杨今天没办法唱歌 小杨今天是高冷阳 想听小杨唱歌 来一首 小杨 小杨嗓子不好 小杨 今天嗓子不好 不能唱 谢谢大家理解 唱一个就是 咽嗓的那种 也可以 咽嗓的那种 你叫什么名字 我记住你了 你老让我唱歌 我 我连我麦的嘉宾 我都让他们唱歌 快点下一趴吧 好吧好吧 下一趴 导演 你拍了一年的纪录片 你有什么感受吗 反客为主了 女郎啊 我觉得 纪录片肯定就有很真实的一个 一个纪录的时间嘛 你要去累积这些素材 但是 对女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打篮球 这个我们是 也不是第一年拍了这个故事片 今年拍的表现比较久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辛苦 特别特别辛苦 我自己其实也是以前是练体育的 但我觉得就是 尤其是这支队 他们付出 这是一个全国冠军的级别的一个球队 他们的这个付出 就从教练员到球员 就其实我 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因为之前我印象很深刻 也是跟 球员他们聊的时候 就是 呃 虽然教练可能比较 骗得比较严肃 要求比较高 但是我经常会跟他们说 其实他们 所有的东西是自己付出的 这个汗是你自己流的 血是你自己流的 这个头不头玩 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那这个成绩就是 也是你们自己去为自己去争取的 啊 其实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这些女孩子们就是 啊 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呢 我很我很尊重他们每一位 真的我觉得很很很了不起 包括那像 咱们现在三四位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健将 我也知道你们能打到现在这个水平 啊 能达到现在这个级别 啊 背后有很多很多故事 有很多很多血汗年类 都在这个里面 可能也会有很多笑声了 有很多愉快的时刻 但这就是 记录下来一年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吧 就是特别不容易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嗯 因为 导演你有拍到过某一个球员 被骂到崩溃吗 拍到 很多 不能播 不能播吗 还不能说 不是不是不能说就是不能这个也不是不能了就是我们肯定记录了很多 我觉得可能四位球员肯定深有感受的就是啊你的教练 其实他跟你的关系是又爱又恨吧对吧 因为他肯定在你做的不好的时候他要去教训你他要去告诉你哪里做的不好他甚至可能会严非常严厉 可能他也会有不耐心的时候或者他那天情绪不好的时候对吧 同时呢你也能感受他是非常爱你的对吧他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成长 所以其实啊 我其实也想问你们就是说你们自己对当时的启蒙的这个教练 啊现在去想这位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话对吧你们跟教练的关系你怎么去形容你们跟这个教练的关系 没有他就没有我现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很重要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这个年纪 死懂非懂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教练告诉你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有指引的那个那个方向 但是当时你会有那种情绪吗就是比如说年轻一点的自己然后教练去批评你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抵抗的情绪吗 一定会有会抵触 当然也会不理解 但是随着时间和一些事实去证明了他就是对的很多时候 很多情况下是这样 书云呢 什么 就是你太久了那个问题有点忘了前面 就是你自己去想一想就是你的你的启蒙教练啊 然后你你怎么去你怎么去想就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怀吧 就像姐姐刚刚说的 真的没有他就没有我 然后包括很多细节都是一点点抠然后再学习 很多个教练 所以立伟你刚刚你想说什么我打断了不好意思 没有就是想说呃拍了一年吗然后到现在呃呃呈现出来这个内容给大家看到的内容有达到你的预期吗 就你当时的初衷 就你当时的初衷去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有到现在为止你觉得有达到你的预期 我觉得超过了我的预期 说实话 嗯今天只播了第一集然后后面还有五集 啊每周一周一集嘛 然后我觉得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了 然后我希望大家能持续看下去他一集比一集好看 然后他能展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真实的 我可以这么去说 所以他只要他真实 我觉得他是达到我的一个预期的 什么时候有机会拍一下中国女孩 肯定有肯定有 我觉得肯定有这个机会的 嗯对因为我觉得 呃除了呃就是现阶段的年轻孩子 包括他们就你们说的在青春系的孩子 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的一个状态 嗯那相对来说有有什么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一定不一样 你知道成你的就是年年龄不一样 你面对的压力不一样 嗯嗯对你承受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可以呈现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也希望就是能够给喜欢篮球的女孩 包括正在为之奋斗的这些爱好者 能够看到每个阶段不一样的呃我们 然后同时能够给到他们很多帮助和促进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也是导演想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之一吧 嗯嗯嗯那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其实你们背后有很多故事的 然后你们就继续努力就是如果有机会 能去真实的记录下来我是非常感谢大家 嗯还是我期待着 我挺想问就是因为我也认识王力教练了 你跟王教练的这个感情怎么样去回想王教练 他挺他挺严严严严严严的 嗯嗯我觉得王老师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角色 嗯可以是一个恩人可以是一个老师可以是一个教练也可以像是一个亲人 嗯他真的是在我就是是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就是当时只是一个六年级小学六年级刚毕业的一个小女孩 对篮球比如说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中锋什么是后卫 也不知道什么是12345后卫这样的没有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去放弃我 或者是在我做不好的时候没有说去放弃我 然后也没有在包括我们队的那个我初中的队友们高中队友姐姐们 然后他一直是在用心用尽他所有的那个热情去带我们 就真的就是因为就像刚才岳如说的就是我们跟队友的时间 其实呃是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很多 所以包括就是教练呃所以他其实就在我的生活 在我生命中也像一个像一个亲人一样像妈妈一样 嗯然后然后刚才我也听您说就是呃呃这个片子 我觉得我看了一下就非常的真实确实是保全片中也有个片段就是 石经教练他也非常的严厉啊我发然后他还嗯呃就是会用那种去就是说比较严厉的语言 发你的这个潜能然后包括嗯我们王立老师也会这样对我 然后但是我呢一开始可能我小的时候没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吧 然后到后来越来越大了以后我也变成了这样高二高三是对你的一个绝对的主力啊 啊也明白自己呃该肩负什么样的责任 然后也明白了老师对我的这样一个严厉是为了什么啊也非常感谢啊回头想想 非常非常感谢王立老师对我严厉的这样一个嗯教导 然后也希望现在这些孩子们女孩们也可以明白 嗯哎我挺好奇因为在片子里面第一集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大比分赢球了 但是还是被骂了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吗就是赢球之后还被骂 经常哦经常啊日常啊日常好高啊日常对日常日常 赢球啊自己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月月如你想起你自己的启蒙老师是是什么样的回忆啊 启蒙老师啊嗯就是 就是我其实从从就是可能在提校的那几年一直都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永远比别人练的多 然后为什么就是永远挨罚最多的人也都是我 然后但是后来离开提校以后这些年慢慢长大 然后也就越来越能理解教练当初的良苦用心 就觉得呃也很感谢当当初他就是打着骂着 然后让我练了那么多东西 就是才才才会有今天的我吧我觉得 嗯就是很感激 哦其实我想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就是大比分的时候 教练还会去说我看到所有人都在点头 输语是第一个你要不要说一说就是 这是很很常发生的事情吗 对然后他其中间有个片段是他们跑田银场 嗯因为输了比赛之后被罚嘛 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常有项目之一 所以很有感触 那一般就是如果比如说在大比分赢的情况下还要再说的话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肯定也是像短片中会出现的比如说有一些 有某一些片段或者是某一段时间的工房两端会有一些细节没有处理好技术上 或者是精神作风上出问题一般 对对对对对 都会比较揣中教练的点 所以对 而且你不管就比如说像这种冠军球队他的标准都是一样 不管你的对手是强是弱 他始终都是一个标准 所以你达不到了 教练一定会惩罚的 就用他不同的方式去让你记住 明白明白 底下都在说姐姐来帮忙 其实也想问利维 这个其实在 我今天看了利维的微博 在微博的最近发的那个 转发的那个视频里面 底下的第一条你的铁口的评论 好像哪里有一点 没听见吗 能听见吗 对第一条微博 然后呢 第一条微博下面有一个铁粉的留言 他就是在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就是代替他把这个问出来 他说的是 他更想知道 从小就拥有梦想 是一种什么感觉 你有梦想吗 我有 你什么感觉 挺累的 累 为什么 因为梦想承载的很累吗 追逐的过程上肯定会累 体育其实都是这样 那不付出怎么会有收获 对 所以就是你在这条路上 一般付出之后 就是收获了之后 你会更加的想着说是 未来的那个事情 我真的是更加难去拿到 还是说是为当下拿到的这一刻 去相对的开心一下 我认为 我们都会有梦想 然后我们会为梦想去为之努力 但是我们都会有每一个小目标 所以我觉得 你会达到一个目标之后 你会更有动力的去做下 就是为下一个目标去努力 我觉得都是在一个完成一个小目标 一个小目标的路上 然后很踏实的去做 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所以就是有 当然会很高兴 很开心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是经历了很多挫折 包括挫败感等等 我都觉得都会有 但是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你一直都知道你想到哪里 有那股劲什么 就是往前冲的那股 明白明白 这个是我替粉丝问的一句 也是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感觉大 感觉 包括刚才 立威说到 要给中国女兰 也想要拍一部片子 是 你们觉得就平时是心理压力 就是特别特别大吗 还是 不是 我刚刚也说 就是希望 喜欢我们的 然后正在从事这个事业的 能够能够看到 到不同阶段的 我们也同时也能给自己一些启发 或者是我们的精力能够帮助到一些人 我觉得不仅是拍中国女兰吧 如果是有机会 WCDA女兰也值得被大家关注 也值得被大家看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能够 关注度更高一些 对 拜托我们的导演 可以 就多做这样的事情 任务交给你了 可以的 我来完成 对 那平时像 我感觉其实 从今天角度来看 月如像是一个特别 心情特别好的一个女孩 就特别开朗的一个女孩 就是 平时你会有什么 就是压力啊 或者什么 去开导自己的一个过程吗 哭 就是我 我一难过 一压抑的时候 我就哭 我很容易哭 我的泪点很低 然后一委屈啊 一难过我就哭 然后哭完我就好了 你这个说的很真实 片子里面 那个 眼泪里面真的是 拍到很多很多眼泪 就很真实 韩旭呢 韩旭平时 所以我刚刚就想问说 导演您有没有拍到过 就是被骂到崩溃的瞬间 因为我 我好像一直在 就是不停地经历这个瞬间 就是不停地在被骂到崩溃 然后再站起来 然后再被骂到崩溃 然后再站起来 这种 这种这种心路历程 所以我特别想看您有没有拍到过 就是这些 就是比我们小的这些青年运动员 年轻运动员 小运动员们 然后这种就是心路历程 就是可以就是可能我也可以借鉴一下 这样 我觉得对就是拍到了这些挺多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如果你们有机会继续去关注这个纪录片系列的话 后面还会有更多更多这样的内容 不管是他们跟自己 他们跟家人 他们跟教练 他们跟队员 队友之间 其实类点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你们心里面也都知道的 然后一年下来 就是也拍了很多很多素材 所以会有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其实在看他们的时候 也也也今天是晚上想想跟你们聊到 就是说就是 你们遇到了 不管是场上场外 不管是生活上家庭里面 教练 就是有一些可能 不舒服的情况 你们怎么去调节自己的这个 这个情绪或者这个心情 对吧 除了哭以外 对吧 或者 因为我看到这些年轻球员 就不是我拍的第一支队了 就我接触到了很多这种高中的队伍 女兰很多 男兰有一部分 然后就是我也知道 他们每天面临的 当然不同的年龄 阶段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他们其实心理承载的这些压力还是很大的 就是你作为 我觉得大家作为年长的姐姐们 也可以给这些年轻的女儿 女儿球员们 就是或者女孩子们本身 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调节的方式 可以 立文您先说吧 我觉得就是 要 就是可以 因为身边有好朋友嘛 倾诉吧 我觉得倾诉是一种方式 就是 就是因为 尤其是在你身边的队友 他又能看到你的情况 又能知道你 面对着什么 所以他是会有一定的感同身手 所以我觉得身边的朋友 是可以 值得倾诉的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的 然后就是 也可以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能太过于的 钻 钻进去 有些东西就是 过去了就是在它过去 然后最主要的是要想到 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说去纠结这个问题 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本身 而不是去 就是这个事情给到你的情绪 一直在那个情绪里面 就是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 怎么跳出来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本身 我应该怎么去挤住它 对 而不是被这个问题的情绪所困扰 但是你平时怎么去 如果遇到一些情绪或者在场上常来不开心的事情 怎么去调节自己呢 首先我就会 首先是先审视一下自己 其次就是会跟我的好朋友交流 或者是做一点自己开心的事情 这到大部分都是会去倾诉 我会去表达我是比较愿意表达的 所以我会去表达 然后多问自己为什么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就是一直持续在一个情绪当中 那韩旭呢 韩旭之前在国外的话估计 那身边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孤独一点 如果不能跟大家倾诉的话 有什么方式吗 当时在纽约队的时候 我也是挺有一段时间挺有郁闷的 然后因为是跟国内的话 朋友啊家人们都是有时差的 然后啊在队里的话呢 就是沟通又有些障碍 然后包括一些习俗一些习惯啊什么的 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有的时候想不通 有些事情想不通以后就 干脆先先抛开一段时间 就是拿一个大音响 然后播上最嗨的歌啊 最关乎 大声 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就好了 我们的话题回到了音乐上 哈哈哈哈哈哈 呃 要不主持人这么想听歌 你自己给大家唱一段吧 你要是跟我一起唱我就唱 哈哈哈哈 韩顺你一概念吧 你愿意我可以给你 不了不了 你不用唱歌 所以你平时 如果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你怎么让自己就放松一下 或者调整自己的情绪 呃如果说 我就说遇到球场上的问题的话 所以我跟姐姐相反 我反而不是喜欢表达的那一类 然后但是也会跟姐姐去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一般会疯狂的看录像 就是我会反复抠自己的那个问题 我会在那个问题 在那个视频里面出现的时候 我会反复看 能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我就会一直看一直看 嗯 刻苦类型 含蓄是狂野路线 术语是刻苦类型 我狂野吧 他也会自己再学一下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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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释一下 ok ok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主题 就是因为各位都是参加了那个奥运会嘛 那么对于下一期奥运会 你们会有什么就是 比较期待的地方吗 我们从从从还是从另外开始吧 专业发言人 就 就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嗯 就是期待 期待 期待 中国牛拉能 能 奔进一步 嗯 嗯 那 韩序呢 不好意思 刚才愣下肆 没事 这是奥运的期待 嗯 下一节 下一节 嗯 嗯 那肯定是希望可以创造好的成绩登上领奖台 最重要的是能把我们这些人的能力都能够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展现 这是最重要的 嗯 岳主呢 岳主呢 我又戴了个眼镜 呵呵呵 岳主突然换了一个妆 什么 我突然间在那里换了 啊 呃 对奥运会的期待 就是 呃 我觉得 希望下一下一节奥运会的成绩能比现在更好吧 然后能够希望我们这一个队能够就是在这三年中就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然后能够就是换过这个五名的官吧 然后站上领奖台 啊 OKOK 书雨呢 到你了 一样的一样的 当然希望中国女男可以越来越好 OK 期待 希望我能拍下来 对 下一次其实 是的 应该就可以跟着就是一起去把这个过程就可以记录下来 然后等到结束之后就可以放出来 嗯 嗯 之前之前我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就是应来而上的女孩上面 开始的时候跟月如也聊到就是看到这部片子之后 嗯 我其实还是想想问各位就是你们对这部片子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 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次从书雨先开始分享一下吧 你觉得就是哪个片段特别cue你 就是那个跑田径场 就是跑田径场 因为你们发的很多词嘛 就是以前 也因为他跑田径场一般青年队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也是刚从那个阶段上来 所以就比较印象比较深 比较触动 跑的太多了 跑太多 是单人发还是集体发 集体发 哦 那月如呢 那月如呢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说 就是刚刚提到的嘛 就是 呃 赢球以后还是要还要受罚 然后可能我看着就是大家都不太理解的样子 但是确实 嗯大部分的队伍都是 可能更在乎自己队伍的表现 而不是在乎最终的解决 明白 这是这个过程 那韩旭呢 嗯 我觉得就是 呃 大家过年的时候就是包饺子那块吧 然后 包饺子的时候 因为我也有过就是跟队伍一起包饺子的时候 那会好像是在国庆的时候 然后 然后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徐月月包的那个饺子 挺个性的 跟我有一个 可以 一个包 这俩 这点可能我俩还挺像的 包的都是比较奇葩的那个造型 我我的宗旨就是能吃就行 那是 片后也没关系是吧 我其实觉得在片子里面是能吃能吃80个饺子吗还是 是他吗 不是另外一个球员能吃80塔 是吧 这有点夸张我觉得 立维呢 嗯 老年人可能时间比较紧 其实我没有没有怎么看 啊 因为我还没有时间 但是就是就有一个片段很短嘛 就是我微博转发的那个 短的那个 然后交到史琴姐说 没那么疼就别哭了 我就觉得这一点你就戳到我了 因为其实他刚开始他是挺心疼的 他说怎么样疼不疼哪里 这样子 但是后来他就 就做回到那对一般来看的时候 他说疼不疼 然后还说没那么疼 没那么疼就 别哭了 我就觉得 就是这一点还挺戳中的 就是挺难过的 对 就是 后面 我们就是每周日 对吧 每周日我们会在 嗯 对 然后更新的时候 就是这几集 你能不能大概就是为我们就是说一下 比如说像第一集 我们更多的就是关注在他们 这个场上场下的一个区别上面 那么后面也是这样吗 还是有有更多新的一些变化 让我们去期待的呢 嗯 其实他整体的一个故事 现在大家可能能理解 他是围绕着这个高中联赛的 对吧 从基层赛到分区赛到总决赛 四强总决赛等等 而且其实 现在大家在网上查也都知道结果 所以没有什么剧透 所以就是这个故事线 肯定是围绕着这个比赛 高中联赛的 嗯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集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主角 他来去讲这一集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不是完全围绕着这个比赛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学生 那其实还有他们学习的部分和他们生活的部分 他们跟父母的一些关系 他们跟教练的关系和队员的关系 所以就是主线大家可以跟着 就是他们一步一步的晋级 一步一步的打比赛 但是同时呢 也会每一集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主角去代表的这个段落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考试可能是有一个主角 然后分区赛可能是一个主角 对 明白明白 我刚才我刚才口误啊是每周四 我们每周四在优酷更新这个我们的片子 嗯 那么其实就是今天相对来说 时间到最后 我刚才也是看到了一个 特别感人的一段文字 我也想就是跟大家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里面就是说到了 这个 昨天山东对内蒙古的比赛结束之后 小宝和袁儿抱在了一起 然后呢 前一段就是大部分说他的这个环境 中间就说到 嗯 这个 或许这就是体育的力量 篮球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是并肩坐山的伙伴 是同堪共苦的日子里 彼此为对方筑起围墙的那个人 你可以无条件信任 在你背后的那个人 甚至是那群人 这是来自女孩子的力量 那么在因为体育方面 女篮可能我们更受 就是也会受到很多的关注 那么女孩子不仅仅是鲜花果酱 像花边这种柔软的事物组成的 在体育场上他们更多的是 坚韧的 是努力认真和自我奉献组成的 也是毅力和仁慈组成的 是独立和技巧组成的 不怕跌倒受伤 敢于面对痛击 热情洋溢也饱含尊严 那么最后一句 也就是稍微也是为这个片子 稍微做一些分享 就是我们的女蓝姑娘们 只让大家看到了荣耀的一面 但是背后日复一日的努力和汗水 却一直甚少被看见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我们迎来而上的女孩 也能够看到她们的世界里面 如何能够让我们来一起帮她们 吹散自己身边这些 比较阴谋的瞬间 或者说是身前的这种博物 让中国女蓝的未来 也能够让更多人去看见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片子 多多关注这一次 我们女蓝的这次直播 包括以后女蓝的比赛 对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 谢谢 好了 结束了 韩旬能唱歌了吧 能不能把这段话发给我 可以 好感人啊 可以可以 这个话我一会发给你 对 就是最后呢 我其实真的想给 最后呢 请主持人给大家献歌一首 不不不行 可以可以 韩旬你跟我一起唱 你跟我一起唱 我们一起 一起 我唱 大家不是来看我的吗 对不对 或者 哎呀 我们都是来看你的 唱吧 不不不不 或者输语啊 输语我嗓的也不太行 幸好不好 幸好吧 你说什么你要唱歌 啊 那你唱吧唱吧 我们都听见了 加油加油 开始吧 那不 加油 好 加油唱吧 来一个 大家都说来一个 来吧 给女蓝献上一首吧 你想听什么吧 来吧来吧 为女蓝献唱一首 我们会更好 一人唱一句可以吗 我们说一个就比较常见的歌 我们一人唱一句可以吗 不行 我们不怎么听流行音乐 你就自己唱吧 哪还有 你刚说喜欢张杰 你不喜欢听流行音乐 只是喜欢张杰而已 对 喜欢人 就是你们挑一首好吗 好运来 哎 这个歌好 好 来吧 啊 你们非要听 那我也不怕 就是把这个人丢在这里 大家既然说了我就感激大家 好 稍等我 我我我我我 放个音乐好不好 你来一首吧 就献给我们 我们的 对 因为正好大家要比赛了 所有女人 要比赛了 然后也是为了我们 后面的比赛 为了我们的奥运会 为了我们的冬奥会 为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会 今天我就我就拼了 格局大了 格局打开 咱们格局打开好吗 格局打开了 请公平上面这个 打出这个格局打开几个字 谢谢各位 我找一下啊 好 应该没有版权问题吧 真吵好运来 有词吗 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 好运来 带了喜和爱 好运来 我们好运来 迎着好运 心旺发达 你思寒 表演 可以吧 一起哦 书语 书语你不一起吗 天天的人们 天天好运来 扫着不行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也提前 提前祝大家比赛顺利好吧 给大家比赛顺利 对 赢着这个曲子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 没想到今年的过年是在直播节里过的 是吧 我们就是要引导出家人的氛围 非常的不错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把新年快乐打在公屏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给大家拜拜早点 对 今年我们过年就跟平时不一样 对 你们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今天的直播 直播也就差不多了 谢谢 谢谢书语 谢谢立维 谢谢韩旭 谢谢月如 谢谢Steve 谢谢你们 大家关注每周四优酷上线的 迎来上的女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继续支持中文女兰 谢谢 拜拜 各位 那我们就下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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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们再唱 下次你再唱吧 下次我唱 ande 吴 春 吴 船 马 吴